农园电力照顾 根据他现在公布的照顾价格的放宽位 信率的确是比较高 根据历史的盈利来看 由十几倍到五十几、六十倍 肯定是比较高的 但根据他的推占人摩根斯坦尼的消息 认为他未来2010年盈利的增长计算的话 预测的信率可能下跌到大概二十几倍 那跟国际上类似的股价上热 所以也不算特别贵 那么高的盈利的增长是不是有根据 还是可以大家有信心的 我看两个方面 第一就是农园在国内是业价的龙头 过去几个月的盈利增长 确实是特别发快 另外就是国策的问题 因为国家政策肯定是对风力 或者是一个新能源是有一个提振 辅助的也抑郁的 所以两个方面加在一起的话 我觉得农园的交股价格的范围还是比较合理 要是大市的调整软洁的话 应该它的股价有一定的吸引力的 所以我看还是值得的 有不太多的基金 经常去买上市的龙元